大家好,我是林蘇豪 現在跟我新的朋友 他們今年會去看我們的NBA Global Games 所以我們去深圳跟上海的時候 他們會參加去看我們的比賽 謝謝你們看今天的Q&A 你們有問題嗎? 你馬上就要做生兒啊 然後知道人家族傳統就會做一個派 然後扣到人家 你是不小心準備了嗎? 我覺得我通常不會被拍 去年我媽媽有 因為我拍他的時候 大部分全美國跟全亞洲都看到了 所以他很生氣 今年他會在台灣 然後我弟弟也搬到台灣 所以在家就是我跟我爸爸 我爸爸不會拍我 所以他沒有副仇的機會 然後他也太慢 所以我覺得 今年我不會 我不怕 那你有什麼生日的感想嗎? 現在還沒有 每年都是一樣 因為今年好像是禮拜一 所以還是繼續訓練 然後晚上可能就跟我朋友去吃飯 謝謝 謝謝 我們知道現在你們新的家在夏勒特 這個新的城市 你認為這裡的籃球氛圍怎麼樣 我沒有在夏勒特花很多時間 所以我真的 我跟夏勒特不太熟 可是我知道 夏勒特很近有 所以我看到 我看到 Duke,UNC 我知道 Michael Jordan 當然是 Sharlotte Hornets的老闆 所以我知道 就是 籃球在Sharlotte 就是 you know very rich basketball history 所以我希望 我們明年 我可以幫Sharlotte 打進季後賽 夏勒特也成功 謝謝 這一次是你第一次 會來到中國賽 打NBA中國賽 所以會在深圳和上海 那兩個地方 你期待在比賽上 會有什麼樣的表現呢? 我通常 打籃球的時候 不會緊張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在這裡打的時候 可能會 有一點緊張 我知道 每年就是很多球迷 因為 you know time difference 所以他們需要 早上看NBA的比賽 或者 在工作的時候 或者什麼 需要看比賽 所以希望 今年 就是可以 回到這裡 在 在他們面前 打 我覺得是 非常好玩 非常重要 希望大家都 可以去 然後 會 然後 你打中國賽的對手 是快轉隊 他們很著名的球員 克里斯保羅 會 應該會跟你對外 你期待了 對保羅 有什麼樣的殺手點 或者體驗一下 你夏天的訓練成果嗎? 我 今年就是 繼續 練我的 防守能力 然後 我有 改變我的 投籃動作 以前是 比較高 現在比較低一點 所以我覺得 然後 也練了很多 運球 減少我的失誤 所以我 希望 跟 我跟 克里斯保羅 如果我可以跟他 打得很好 我覺得 全NBA 大部分的 控球後衛 都是 可能 有 或者一些 可是大部分的 控球後衛 都沒有 克里斯保羅 厲害 所以我覺得 這個NBA Global Games 會是一個很好的 測試 然後就是 你以前也合作過 很多大盤的 這些球星 像 卡朗安公尼 還有 柯比 還有 詹斯哈登 然後 現在呢 你轉換到了 夏洛特 你要被 籃球史上的最著名的 運動員 喬丹打球 對於來說 有什麼不同的 深意嗎? 我覺得 我覺得會很不一樣 因為大部分像 卡麥羅 James Kobe 我是他的隊友 所以每天都跟他們 我們上場的時候 我跟他一起打 可是 Jordan是我的老闆 所以他就坐在 我不知道他坐在哪裡 可是他就 坐在家裡 或者坐在 椅子上 就看我們的比賽 所以我覺得 不會 不會給我 比較多的壓力 然後 你知道 喬丹也是一個 特別豪盛的人 什麼比賽 或者什麼活動 他都希望贏 然後你們NBA的時候 有一個特別著名的 Horse的投籃遊戲 然後 你覺得 在這個遊戲上 你有什麼把握 或者什麼動作 是你擅長的 而是喬丹做不到 這樣的話 比賽你可以贏到他嗎? 雖然有你的老闆 可能會 對吧 謝謝大哥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的 Horse的 Strength在哪裡 可是 我喜歡 就是 投很多 我打Horse的時候 我投很多 很奇怪的 Shots 所以我不知道他 可不可以進 他可能 有些 有些我喜歡 投的Shots 他可能從來沒有看過 我們大家都知道 黃鋒隊是一直 歷史悠久的球隊 然後他輸過一些傳奇巨星 像昂龍總莫靈 像伯格斯 這樣 然後現在呢 你是這支球隊風的議員了 那麼你希望再下個賽季 打出這場的數據 我覺得 我們第一個目標就是 打到季候賽 我知道 Charlotte 好像是兩年以前 有打進季候賽 然後 我知道 今年加了 像 Nick Batum Spencer Hodge Frank Kaminsky 我覺得 加了很多 很會投籃的 隊友 所以我覺得 今年 會很好玩 我知道 像 Kemba Al Jefferson 然後 他們需要 就是 做很多的 然後我覺得 我也可以幫助他們 我覺得 Playmaking 打Pick and Roll 就是 如果我可以打得很好 我就可以 幫我的隊友 拿到很多 Open 3-pointers 然後 下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知道 你之前 作為解說 然後解說了一場 Dota 2 對 對 你說過一句話 就是說 在這個比賽中 5x5讓你想到了 你的籃球比賽 那麼 在你的生活中 還有哪些東西 哪些事情 能讓你從中 攝取到一些 對你的籃球比賽有幫助的 我覺得 因為籃球 是你有四個 而你每次打的時候 有四個隊友 我覺得就是 不管是我在家裡 或者跟朋友 我覺得就是 學怎麼跟他們講話 然後 教朋友 這些東西 就是你打籃球的時候 很重要 然後如果 我喜歡我的隊友 那 我們通常會打得比較好 配合得比較好 然後 像 防守的時候 需要知道怎麼相信你的隊友 如果 幫助防守 他們會不會在那裡 他們會不會幫助你 我覺得 就是 你懂 普通人的交流 就會幫助籃球 所以今天我們的問題 大概就這麼多 然後 其實我們的心聲 都是希望你會 在NBA打得更好 OK 好 謝謝 你們都問了很好的問題 我這裡有他們的票 所以我現在發給他們 十月見 那麼客氣 哪裡 哪裡